我们组织中级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是为了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 是例行性军事训练活动完全合法合理 中国的核政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、延续性和可预测性 我们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 坚定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 不搞军备竞赛 明确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坚持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